好,现在我已经织好了下面的这个平针的距离 我已经织好了,我直接讲解花形怎么织织 这里是基础编织,我不再过多讲解 好,编织 好,这里我们织一织下织 好,大家不要滑线下去 好,空加一织 好,稍来织一织下织 好,这织我们织织三织以后 第二针我们不织,把它滑过来 不要织啊,滑过来 第三针,这里几升几二的倍数啊 所以都是双,两升两升一个花 吃一织下针过来 然后加针 再吃一织下针 好,滑一针 再吃下针 加针 好,两针一织花 往下形环这样编织 好,滑一针过来 加针 滑一针过来 加针 这花形非常的简单啊 很简单的一个花样 好,加针 隔针,加一针 很简单的 好,滑一针过来 好,这里我们是反针 好,第二行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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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针我们也是滑针 我们不织 然后这里 这一针 我们三针合并 撕下针 把它合并 撕下针 然后再滑针 不织 再撕下针 好,时间线挂过来 撕下针 三针把它三针合并 三针合并 划一针过来 不织 再把它合并 划针不织 就重复这样往下编织 划一针 划一针 好,划一针 好,再把这三针合并 好,第二行 你看,这花形我们就升行了 到第三行 我们就是下针 好,下针编织 这里每一针都要织 好,整行这样吃 下针 好,编针 好,继续 第三行 我们审行吃反针 除了花形两行 花形枝 有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以外 其他都是七属针编织 片枝里就是反针 如果是捐针 其他的都是下针编织 这花形枝毛衣也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新手都可以学会的花样 这花形的立笛感也是比较强的 一个立笛感 你看 好,第二行花 第二行花 我这里距离是五行 你如果你喜欢距离长一点 你可以吃七行 你喜欢距离花形 花一花的时间 距离短一点 你吃三行都是可以的 距离干你自己喜欢多少行 都是可以的 我这里五行 好,我再来讲解第二行花的编织方法 好,然后我们加针 一针里面吃出三针来 也就是一针要加三针出来 然后这一针不支滑过来 再加针 空加一针 好,滑针 空加一针 滑针 好,我们就加针好了 好,这一针我们就加针好了 好,加针好以后 我们再反面 反面我们就治好了 好,反面我们这一针我们不支 把它滑过来 然后呢,我们是下针合并 如果你捐起来一针 如果你捐起来一针 这一行你是上针合并 你在正面你是上针合并 我这里是片针 所以说我在反面是下针合并 你在正面针的话 你是上针合并 三针合为一针 哦 好 合并的时候慢慢撕 好 继续把它合并 好 好 上针合并 好,三针合并 三针合并 好 这样这行花 第二行花 我们又织好了 往下织 都是一样的 编织方法 这样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花形 大家还有不懂的 不理解的 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